刘公公 久等了 刘公公 鞭缸店 大师帅 棋子路接旨 赤曰 都城京县妖邪逃窜 及妖师失控杀人一案 乃天罡殿守卫失职 自令 棋子路带领天罡殿两银妖师 前往敌城护卫圣上安危 留两银妖师驻守都城 探查妖邪之事交由地沙殿接手 即可启成 不得有误 刘公公 即城有佛龙国最精锐的 妖师军团和兵力保卫陛下 陛下的安危断无问题 而现在都城在用人之际 如若抽掉所有精锐 这万一都城发生变故 形势恶化 恐难抵挡要挟啊 棋子路 你这是要抗旨不尊吗 臣不敢 陛下的安危岂可掉以轻心 这三大殿如今在佛龙国的地位是谁给的 你应该很清楚 更何况 这妖师军团中平线失控杀人之事 调离都城 也算是给百姓一个交代 刘公公 只因敌城离都城相去甚远 这万一都城发生变故 难以救援 恐会酿成大祸 敌城也好 都城也罢 那都是陛下的天下 若你不能尽到守护陛下之力 那陛下尽可以选择其他的军团 你不想这天纲殿毁于你的手中吧 卑职谨遵圣谕 哼